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成年人最大的自律 就是远离杠精 前几天在进化岛社群里看到一条留言 问我有什么看法 什么留言呢 湖南磊阳一名留守女孩 钟芳荣考出676分的成绩 排名全省前四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呢 女孩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北大考古专业 却没有想到被网友送上了热搜 说什么专业选亏了 孩子真傻 选这么冷门的专业 白瞎了这么高的分数 今年全江苏省文科第一名 因为历史选修的等级为B 而与清北复交等名校无援 被称为最惨高考状元的白湘陵 拿百万奖学金去读港大的金融类专业 也被网友群嘲 一百万就被买走了 这样的状元 真没骨气啊 好好的孩子为了钱 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被金钱蒙蔽双眼 头脑不清醒 迟早要后悔 有意思 有意思 不看前途选北大考古专业会被群嘲 看前途拿百万奖学金读港大也被群嘲 通过这两件事情 我得到一个最深刻的体会呢 就是 成年人最大的自律 就是不要和杠精争输赢 为什么不要和杠精争输赢呢 我们常说 一个人的表达大概可以分为 事实和观点 事实有真假 观点无对错 但是呢 细究起来 还可以再分 至少可以分为四种 事实 观点 立场 信仰 什么意思呢 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是事实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呢 在于认知 每个人看世界时 都戴了一双叫做认知的洞察力眼镜 这个世界的色调 既不是由世界真实的颜色决定的 也非你肉眼看到的事实决定的 而是由认知的洞察力眼镜 镜片的颜色所决定的 每个人看到的 只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我以前经常举一个例子 今天很热 是不是事实呢 这不是事实 今天三十度 这才是事实 热是你的观点 事实呢 是独立于人的判断的 客观存在的 当然 这也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现实世界 有时复杂到 你无法判断事实 比如你看圆柱体的正面 说这是一个圆形 你看圆柱体的侧面 会说这是一个方形 你看一座山 横看成岭 侧成峰 鱼在鱼缸里看到的事实 这个世界呢 是球面的 你看到的事实 不是这样的 但是总体来说 事实是最不容易有争议的部分 我们只能说 我们对事实的了解 还不全面 其次呢 是观点 有些人并不在意观点 甚至根本没有观点 只要对方是赞成的 他们就会反对 而只要是对方反对的 他们就会赞成 他们只是不喜欢 或者讨厌某个人 才会否决对方的观点 在意的不是观点 是好恶 是输赢 那什么是观点呢 观点就是你对一个事实的看法 观点和你的关系 比和客体的关系更加密切 你觉得三十度热是因为你冷 你觉得三十度冷是因为你热 你的知识结构 你的信息环境 你的决策模型 决定了你的观点 有人说互联网世界 为什么有那么多争论呢 是因为本来人们就是活在 不同的信息环境和决策模型里的 只是他们彼此扎堆 交叉很少 所以呢 这个世界相安无事 信中医的和信中医的玩 不信中医的和不信中医的玩 相安无事 但是互联网把这些人全都拉一起了 于是彼此惊为天人 吵得不可开交 都觉得自己代表的是事实 接着呢是立场 什么是立场呢 就是被位置和利益影响的观点 你说热不热呢 你觉得挺热的 但你是物业公司 你一旦说热就要给大厦开空调了 你一边冒着汗 一边说 我不热 我就是不热 这时你和他就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了 除非你能和他有相同的位置和利益 否则你们俩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 在辩论场上 这叫持方 因为持有正方观点 你能面红耳赤 说服对方 甚至你都相信自己真的相信这个持方了 但是主持人突然说 交换立场 双方愣了一下 我们不争对错 我们只争输赢 几秒钟后 因为持有反方观点 你还是能面红耳赤 说服对方 甚至你都相信自己真的相信这个持方了 这就是立场 不要和有位置和利益相关的立场辩论 这就是为什么说小孩子才谈对错 成年人只谈利益 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没有位置和利益 如果针对客观事实依然产生争议 有时我们会很愤怒 这明明是一头梅花路 为什么这么多人偏偏说是一匹汗血宝马呢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这么荒谬绝伦的观点 为什么还会有人支持 大家都是傻子吗 那根本不是观点认知差异 而是立场利益之间的博弈 能够想明白这一点 谁赢得争论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怎么和不同认知的人达成利益最大化 强者站在立场赢得结果 弱者站在观点赢得辩论 最后呢是信仰 信仰是一套完全自洽的逻辑体系 你信基督教 他信佛学 那个谁信科学 这比立场更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立场 我信的是对的东西 没错 信仰都是对的 因为你无法证明它是错的 这就是逻辑自洽 一个有判断力的人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大量逻辑自洽 但互相矛盾的信仰 信仰内逻辑自洽 信仰间互相矛盾 这时你只有选择 一旦选择了 就无法被击败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不要攻击别人的信仰 第一 你不可能获胜 第二 你会失去这个朋友的 杠精这个词呢 是近期开始流行的 但是杠精这类人 却不是最近才有的 我们的生活中 从来不缺杠精的身影 他们是一个 永远拧巴的矛盾体 他们好像从来都不会赞成什么 也不会反对什么 但是同时又好像 既赞成一切又反对一切 他们的观点 永远取决于对方的观点 只要对方是赞成的 他们就会反对 而只要是对方反对的 他们就会赞成 你说骆驼比马大 他就说 我就看过一只小骆驼 比马还要小 这时候呢 你要立刻含笑闭嘴 给他竖一下大拇指 嗯 你说的都对 因为再争论下去 你也无法帮他建立全局观 他却可以永远站在特立世界里 洋洋得意 成年人最大的自律 就是不合杠精 争输赢 今天的文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